歡迎收看洪流洞見 我是洪曙芬 在世界洪流中我們一起洞見未來 在今天為了邀請到的是 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教授 老師好 曙芬好 大陸各位網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這個禮拜其實呢 全球都在關注阿富汗的政局 由塔利班拿下了政權 而且呢 《紐約時報》呢也一再的告訴大家 美國背棄了阿富汗 台灣應該要有警訊 而且呢 老師我們在未來 台灣會面向走向戰爭呢 還是說它還是有穩定發展 和平的一個可能性 我也想問問觀眾朋友 也請大家如果你覺得台灣的未來 有可能會發生戰爭 你在我們底下的聊天室請你留言 或者你認為台灣還是有可能 可以穩定的和平發展的 也請您在我們的聊天室留言 好 待會呢 張亞中教授也非常詳盡的為我們解析 不過呢 一開始我們要先來談一談 和平跟安全的這個議題 和平是等於安全嗎 張教授有一個方程式叫 和安全方程式 是不是先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一般人可能很難理解說 和平不等於安全 這個好像很難去理解 對 我想先回應一下 剛剛蘇芬講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從阿富汗的事件來看 其實美國真的信賴嗎 我們知道每一個國家 都是它自己的國家戰略 以及國家利益的考量 比如在1970年代的時候 美國為了它自己要聯合抗疏 所以拉攏中國大陸 所以跟中國大陸建交的跟台灣 後來在1979年就斷交了 它當時所謂的聯中抗俄這個策略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阿富汗入侵 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時候 其實美國是支持賓拉登的 那後來912以後 又要把賓拉登給幹掉 對 在兩義戰爭的時候呢 美國原來是支持伊朗的 就是海山的去對付伊朗 對 所以說你知道嗎 其實美國它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是以美國的戰略為首樣的考量 以它自己本身的利益為首樣 對 它現在 它認為台灣對它自己的抗中 是有幫助的 所以它就會支持台灣 可是有一天它認為說 其實它跟中國大的關係 更重要 它就可能放棄台灣 就像20年前的時候 它為了要佔據整個東亞的戰略利益 就以反恐為名進軍了阿富汗 可是現在20年到了 它又因為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戰略的考量 或許有的民主在說 它可能就是要把中亞地區 變成一個混亂的地區 包括阿富汗 讓中國大陸的邊界受到相當的影響 所以這時候就撤出去了 所以所有的邏輯在思考的時候 我們討論我們自己安全 沒錯 我們自己和平的時候 一定要想到我們自己有沒有能力 用我們的智慧去維持這個和平 創造這個和平 而不要把希望寄託在美國的身上 美國會變的 美國會隨著它的戰略利益而發生改變的 我想這是討論問題第一個前提 那您剛剛談到了和平安全方程式 我先大家講一個概念 比如說這個方程式 我們在國際關係有一個最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雙方面的權力如果是平衡的話 就不一定發生戰爭了 你跟我一樣 我跟你一樣 那大家就盡量不要打了嘛 那你看大陸的軍力 大陸的實力如果等於台灣的實力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的雙方面的實力都相近的時候 的確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就相對的減少 那大陸的實力怎麼來判斷呢 你說大陸的實力 如果跟台灣的實力是相當的話 是不會發生戰爭 就不容易發生戰爭 而不是說是一個恐怖的一個狀態嗎 沒有實力一樣 就是你的實力跟我一樣 那我們打架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除非你很弱 我一拳就把你打死了 那當然沒什麼好講 但現在顯然不是實力相當嗎 當然我們不夠的時候 那我們說美國的力量可以加進來 加上美國我們就可以跟大陸一樣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就台灣就很多 說我們要想美國的買軍購啊 或者希望美國能夠保護我們啊 如果再不夠再加上日本 那個點點點可能包括日本 或者現在包括歐洲 就是大陸現在太強了 那我現在自己不夠 我是需要美國的力量 好 這是一個方程式 那我們再看那實力怎麼分派呢 大概就是軍力呈上的意願 所謂的意願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不要打對方 你要不要打對方 軍力實際上你要不要打對方 第二個你有沒有這個軍力的實力 簡單來講大陸攻擊台灣的實力軍力 以及攻擊台灣的意願 是強的 是非常強的吧 這兩個相成的話 就等於他真正的力量 就好比說 一個人考慮他國家的力量 一直包括說第一個他的物資的能力 就比如他有多少軍力 第二個他的精神戰力 你不要物資很強 沒有什麼精神戰力這也不行啊 你精神的戰力強 你沒有物資戰力你也不行啊 所以其實我們討論一個國家的軍事能力的話 是他軍事的力量乘上他 防衛或者攻擊的意願 這兩個是最強的 那同樣的你台灣的實力 是不是也等於台灣的軍事力量 乘以台灣的軍事的意願 防衛的意願 你防衛的意願強不強啊 像我們以前 我們的防衛意願非常強 所以我們精力稍微弱一點 那就也很強 比如像以色列 以色列的軍力已經不弱了 可是以色列的防衛的能力 是非常強的 對 所以他整個的力量 你阿拉伯國家打不過他 對 好 那我們現在的問題來講 我們從軍力來講 軍力跟什麼有關係 跟一個國家的GDP是不是有關係 你國家的GDP越大 是不是你軍事力量就越強 一定的嘛 是不是 像美國現在全世界軍力最強的 他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中國大陸的軍力 現在全世界大概第二強 跟他國家的GDP相關的 因為你GDP越高 你越有能力去投入整個軍事的建設 第二個就是意願 請問一下大陸對台灣的意願怎麼樣 假如你搞台獨 他的意願高不高 那可能很高 對 那同樣道理我們的軍力 我們的軍力跟我們的GDP 那我們的軍力GDP 當然可能比不過大陸 所以這時候想說我們要不靠美國支持 那第二個問題說 那我們防衛大陸的意願有多高 記得防衛意願有多高 今天是不是全台灣每個人 當大陸都打台灣的時候 大家願意挺身而出上戰場 好像要劃個問號 劃個問號 我想這個劃個問號 因為台灣有些人認為說 你搞台獨大家打過來 我就不要跟你打了 是你民進黨搞的 為什麼跟你上戰場 很多女孩子認為說 我先生最好不要上戰場 很多媽媽說 為什麼小孩上戰場 為什麼你們政治人物搞這麼爛 我要上戰場 在以前蔣中正 蔣經國的時代的時候 我們有反共抗俄的決心 現在好像沒有人再有這種說 反中抗中的決心 嘴巴上叫一叫 意願其實很低 意願其實很低 大家都認為說如果要打仗 那就直接投降 對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了 所以說那大陸的現在軍力一直增加 那我們的軍力不夠呢 那就希望靠美國買更多的軍力過財 那又有一個我們在政治學上 也叫做安全的困境 安全的困境 安全安全問題 什麼叫安全困境呢 就是因為大陸它現在一直軍力增加 我們也想增加我們的軍備 雙方面不斷增加軍備的時候 反而變得更不安全了 對不對 原來以為要追求安全 現在反而更不安全了 這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就是說 那我請問一下 大陸的意願會不會因為台灣 要走向台獨或分立主義 會降低或反而越高 一定會越高嗎 對 那我們現在第二個問題 我們在美國加上美國 那我們就問了 美國的軍力是全世界最強 為什麼我們覺得美國對我們沒有威脅 因為美國不會打台灣 是不是 所以他軍力再強 他只要意願是零的時候 我們的安全就有保障 那同樣道理台灣需要加上美國的時候 請問一下美國的防衛 他自己美國的意願是很強啊 但是美國防衛台灣的意願強不強 可能很低 到目前為止他們沒有明講 可能意願是零對不對 或者很少 所以說美國再大的軍力 其實能不能夠幫助我們 因為美國沒有意願 對 所以其中一個非常重大的 一個關鍵就是 美國的 防衛台灣的意願 幫助台灣防衛的意願有多高 假如意願是零的時候 請問一下 那這邊就等於零啦 好 對很簡單 好 同樣道理 那我們這個方程是 要看大陸如果等於台灣加上美國 那假如我們怎麼樣去解決 這個和平的問題跟安全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大陸的意願變成零 你說這個地方變成零 假如我們把大陸打台灣的意願 變成零的時候 就像美國打台灣的意願 是不是也是零 大陸如果變成零的時候 這問題其實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面對兩岸安全問題思考的時候 應該從和平的角度去思考 就是如何讓大陸打台灣的意願 變成零 這個事情其實就解決一大半了 而不是思考說我們如何增加我們的武力 增加我們防衛大陸的意願 增加美國對我們的軍購 增加美國對我們希望能夠出兵的這種要求 最簡單的方法這個方程是把大陸軍力我沒辦法控制嘛 因為大陸的軍力有時候要對抗它的中亞地區 有時候對抗南海地區 對但是他如果沒有打台灣的意願 意願變成零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安全問題就沒有了 台海就沒有什麼所謂的危機的問題了 台海就沒有所謂的什麼危機的問題 沒有所謂的危機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和平跟安全一個最大的差別是 和平讓對方攻擊你的意願變成零 所以老師這一張安全方程式 真的是一目瞭然非常的重要 一看就可以看得出解析出來 台海之間的安全就是在於大陸對於台灣的攻打的意願 這個部分就是最重要的 對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堅持要搞台獨 或者在美中現在高度對抗的情況下 像國民黨兩個天王朱立倫跟江濟成 他們的整個戰略主軸就是親美遠中 然後兩岸問題上是模糊不清 加上民進黨是百分之百的互從於美國 而且要走向台獨 你這個會不會刺激他的意願會繼續升高 沒錯 他的意願就升高 他的意願升高加上他的軍力本來就已經很高了 那台灣的壓力就很大 因為壓力大所以說我們要靠美國 可是美國我剛剛講 美國防衛台灣的意願可能是零啊 就像美國到阿富汗 需要你的時候可以進去啊 可是不需要你的時候他20年他就走了 就像以前越南 美國需要的時候美國就到越南去幫忙 可是因為美國走的 美國不需要的時候美國就撤出越南了 那同樣道理我認為美國可能會現在或許他會因為跟中國大陸對抗 他想把台灣綁在他的戰車的最前線 他會給你無難的武器 然後給你告訴你說我會保護你我會保護你 可是真的嗎 第一個就算他來保護了以後 請問一下大陸的軍力跟意願會不會繼續升高 是一定升高 他一定繼續升高嘛 那這個升高這個安全方程式他就撐不下去了嘛 第二個還有可能美國保護了一下突然就跑掉了 那你就完了全幫就跟阿富汗一樣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安全方程式我們就了解說 其實我們的兩岸問題最核心的第一個概念 就是讓大陸減少對台灣攻擊的意願 這最重要那其實很簡單嘛 第一個你如果堅持搞台獨 他這個意願一定會升高 升高一定的 如果你天天搞分裂主義他一定會升高 可是講難聽的你說沒問題啊 我們都是中國人啊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啊 我們願意追求兩岸未來的和平發展啊 我們做他的討論啊 他的意願就會降低 其實張亞中老師呢 他有提出了一個和平協議的一個備忘錄 待會兒我們會來談一談 因為這個禮拜張亞中教授 已經正式的臨表參選國民黨黨黨主席 我們知道說在前幾個禮拜的節目 其實我們也談到國民黨跟民進黨現在呢 國民黨唯一可以抗衡民進黨的一個部分 就是兩岸的議題的論述的提出 那這個禮拜呢或許受到張亞中教授 不斷的在強化這一點 所以包含了您的兩位對手 朱立倫跟江啟成都各自提出了兩岸的論述 那我先講一下 目前國民黨主席江啟成他所提出一個新的 兩岸的論述 他主張的是要重建 憲法九二的互信 回到不同不獨不武的和平路線 要推動以人為本的兩岸關係 當然朱立倫他也回應說 這些都是新的名詞 他說其實這對兩岸也不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來聽聽張亞中教授 您覺得將來台灣對於兩岸路數 這個部分的路線應該怎麼走 我覺得江啟成我覺得是蠻搞笑的 蠻搞笑的 第一個他說兩岸關係以人為本 我就不知道 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也是以人為本 大家總不會以神為本吧 也不會以第五動物為本 當然是人為本 第一個蠻搞笑的 真的很空話人為本 我覺得我們哪個政策不是以人為本吧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第二個他又發明一個叫做憲法九二共識 然後又是不同不獨不武 這個我真的不想再講他了 因為他其實對九二共識 我記得我上次上過淑芬的節目 我對九二共識的定義 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大家覺得不清楚的話 可以回看一下我們之前的 但是我相信提醒大家一點 九二共識當時的一中各表 的確對於兩岸關係 那個時候的事務性交流 做出了一些貢獻 但是那個時候的背景跟現在不一樣 那個時候第一個 美中之間是沒有對抗的 對 那個時候美中之間關係還是相對友好的 對不對 不像現在美國跟中國大陸 那個已經是劍拔如髒了 第二個那時候國民黨是執政黨啊 民進黨是在野黨啊 可是今天是國民黨是在野黨啊 第三個 以前的時候國民黨跟北京 有非常好的互信啊 就連戰以前訪問啊 馬英九先生後來還有馬錫慧啊 中間還有簽的23項協議啊 大家關係這麼好 現在北京跟國民黨的關係 已經趨於冰點了 精細何細啊 你今天到了這個時候你才來談說 哎呀我們要把以前的東西拿來用 環境已經不容許了 兩岸今天已經走入深水區了 兩岸之間已經不只是高層的對抗 兩岸之間你看奧運的事情 人民之間的情緒也在那邊發酵 這是最不好的現象啊 所以江濟成根本就沒有招嘛 然後他又說了 我要我要搞一個和平行動方案 哎8月18號 8月4號他任期已經到了 在任期的最後一天說 我們要國民黨要一個和平行動方案 請問你認知期間你在做什麼 然後認知最後一天說 我們要跟民運黨來召開 兩岸關係的國事會議 你認了你在幹什麼 民黨會理你嗎 那個都是講空話 那朱立倫兩岸關係 他講過好幾次 我們要求同遵義 那你的遵義遵什麼 就尊重大家的差異 也就不要再解決了嘛 就是我剛剛講 那個意願他不會再降低了嘛 然後你要親美 要凝聚整個共和國民黨 親美的共識 那美國中國大陸 正在對抗的很激烈的過程中 你告訴我說 國民黨要加強的親美 那請問一下你還要和平 你還要安全嗎 這是不是很可笑的一個主張 就是說 我有時候因為我自己 對國際關係 對兩岸關係有一些涉辱 我覺得他們有一點講話 真的是不負責任啊 叫我今天來考試的話 真的入學考試都考不上 不及格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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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